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臂内旋向两侧摆起 与宽同高 掌心向后 两腿膝关节稍曲 同时两臂外旋向前合抱于腹前 掌心向内 两掌指间距约十公分 目视前方 八段颈预备式的动作要点是 头向上顶 下壳微收 舌底上额 嘴唇轻壁 沉间坠肘 腋下虚眼 胸部宽疏 腹部松沉 收宽脸臀 上体中正 做八段颈预备式时 容易犯的错误 主要是 抱球时 大拇指上翘 其余四指朝向地面 他腹 跪腿 跪腿 八字脚 正确做法是 注意沉间 垂肘 指尖相对 大拇指放平 收宽脸臀 命门穴放松 膝关节不超越脚尖 两脚平行站立 预备式的功法作用是 宁静心神 调整呼吸 内安五脏 端正身形 从精神和肢体上 做好练功前的准备 第一是 两手托天 李三娇 首先 两臂外旋微下落 两掌五指分开 在腹前交叉 掌心向上 目视前方 然后 两腿挺膝伸直 同时 两掌上托于胸前 随后 两臂内旋向上托起 掌心向上 抬头 目视两掌 两掌继续上托 肘关节伸直 同时 下颌内收 动作稍停 目视前方 然后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臂分别向身体两侧下落 两掌捧 两掌捧于腹前 掌心向上 目视前方 全部动作 一上一下为一次 共做六次 两手托天 李三娇的动作要点是 两掌上托 咬书胸斩体 略有停顿 保持深拉 两掌下落 松腰沉宽 沉间坠肘 松腕疏脂 上体中正 做两手托天 李三娇 容易犯的错误是 两掌上托时 抬头不够 上举时 松懈断尽 正确做法是 两掌上托 书胸斩体 缓慢用力 下壳先向上助力 在内收配合两掌上撑 力在掌根 两手托天 李三娇中的三娇 根据中医的说法 齐以下为下娇 胸隔至齐为中娇 胸隔以上为上娇 两手托天 李三娇这一式动作 通过两手交叉上举 缓慢用力 保持深拉 可使三胶通畅 气血调和 通过拉长躯干与上肢各关节周围的肌肉 韧带及关节软组织 对提高关节的灵活性 防止肩部疾患 颈椎病具有良好的作用 第二式 左右开弓似射雕 第一个动作 重心右移 左脚向左开步站立 膝关节缓慢伸直 两掌向上交叉于胸前 左掌在外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右掌向右拉至肩前 左掌呈八次掌 左臂内旋向左推出 与肩同高 同时 两腿屈膝半蹲 同时 两腿屈膝半蹲成马步 动作略停 目视左前方 第三个动作 重心右移 两手便自然掌 右手向右画弧 与肩同高 掌心斜斜向前 重心继续右移 左脚回收成定步站立 同时 两掌捧于腹前 掌心向上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与左视相同 只是左右相反 左右开弓四射雕 左右开弓四射雕 一左移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左第三遍最后移动时 身体重心继续左移 右脚回收成开步站立 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掌下落 捧于腹前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侧拉之手 五指要并拢 趋紧 肩地放平 八字掌 侧撑须沉间坠轴 须腕 竖指 掌心含空 做左右开弓四射雕 这一式 容易犯的错误是 端肩 弓腰 八字脚 正确做法是 沉间坠轴 上体直立 两脚跟外撑 左右开弓四射雕 这一式 动作 斩肩阔胸 可刺激督脉和背部疏穴 同时 调节手太阴 肺经等经脉之气 它能有效地发展下肢肌肉力量 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 同时 增加前臂和手部肌肉的力量 提高手腕关节及指关节的灵活性 并有利于矫正 驼背 肩内收等一些不良姿势 很好的预防肩 静疾病 第三式 调理体胃需单局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伸直 同时 左掌上托 经面前上穿 随之 臂内旋上举至头的左上方 右掌同时 随臂内旋下按至右宽旁 指尖向前 动作略停 第二个动作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左臂曲肘外旋 左掌经面前下落于腹前 同时 右臂外旋 右掌向上捧于腹前 目视前方 右依侍动作 右侧动作 拔肠腰疾 两肩松沉 上撑下岸 立在掌根 这一世容易犯的错误是 两掌手指方向不正 肘关节没有弯曲度 上体不够舒展 正确做法是 注意两掌放平 指尖摆正 立在掌根 肘关节稍曲 对拉拔肠 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一式动作 通过左右上肢一松一紧的上下对拉 可以牵拉腹腔 对中胶脾胃起到按摩的作用 同时可以刺激位于胸斜部的相关经络 以及背部疏穴等 具有调理脾腹腔的作用 该式动作使脊柱内各椎骨间的小关节及小肌肉得到了锻炼 从而增强了脂柱的灵活性与稳定性 有利于预防和治疗 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求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 重心升起 同时两臂伸直指尖向下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上动不停 两臂外旋 掌心向外 头向左后转 动作稍停 目视左斜后方 第三个动作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两臂内旋按于宽旁 指尖向前 目视前方 目视前方 右斜动作 便便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两掌捧于腹前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 这一式的动作 后一式的动作 后痒 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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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悬臂不充分 正确的做法是 下壳内收 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 五牢 五牢七商往后桥中的五牢 指心肝脾肺肺肾肾肾等五脏的牢属 七商指喜、怒、悲、忧、恐、筋、丝等七情伤害 这个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静力签章作用 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珠脏腑 往后桥的转头动作 可以刺激颈部大追学 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疏学 达到防治五牢七商的目的 这一动作还能够增加颈部及肩关节周围 参与运动肌群的收缩力 增加颈部运动幅度 活动眼肌 预防眼肌疲劳及肩颈等背部疾患 改善颈部及脑部血液循环 有助于解除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 第五是 第五是 摇头摆尾去心火 第一个动作 重心左移 右脚向右开步站立 同时两掌上脱至头上方 肘关节微曲 指尖相对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腿屈膝半蹲成马步 同时两臂向两侧下落 两掌浮于膝关节上方 第三个动作 重心向上稍升起 随之 重心右移 上体向右侧倾 扶身 目视右脚面 第四个动作 重心左移 同时上体由右向前 向左旋转 目视右脚跟 第五个动作 重心右移 成马步 同时 头向后摇 上体立起 随之下壳微收 目视前方 右式动作 与左式动作相同 方向相反 该式 一左一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做完三次后 重心左移 右脚回收 成开步 站立 同时 两臂经两侧上举 两掌心相对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掌下按至腹前 指尖相对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 要点是 马步下蹲 要收宽 脸臀 上体中正 摇转时 脖颈与帷履 对拉伸长 速度应柔和缓慢 圆活连贯 这一式 亦犯的错误是 摇转时 静步将直 帷履摇动 不圆活 幅度小 正确做法是 上体右倾 帷履左摆 上体前腹 帷履向后化圆 上体不低于水平 使帷履与颈部 对拉拔长 加大旋转幅度 上体侧倾 和向下俯身时 下壳不有意 内收或上扬 颈椎与肌肉 尽量放松伸长 心火 即心热火旺的病症 属阳热内剩的病机 该式动作 两腿下蹲 摆动围铝 可刺激脊柱 督脉等 通过摇头 可刺激大追血 从而达到 输精泄热的目的 有助于去除心火 在摇头摆尾过程中 脊柱腰段 颈段 大幅度侧躯 缓转 及回旋 可使整个脊柱的 头颈段 腰腹 及臀 骨部肌群 参与收缩 既增加了 颈 腰 宽的 关节 灵活性 也发展 该部位的 肌力 第六事 两手攀足 顾肾腰 第一个动作 两腿挺膝 伸直站立 同时 两掌指尖向前 两臂向前 向上举起 肘关节伸直 掌心向前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臂曲肘 两掌下隐于胸前 掌心向下 指尖相对 第三个动作 两臂外旋 两掌心向上 随之 两掌掌指 顺腋下 后插 第四个动作 两掌心向内 沿脊柱两侧 向下 磨运至臀部 随之 上体前腹 沿腿后 向下磨运 经脚两侧 置于脚面 抬头 目视前下方 动作掠停 第五个动作 两掌沿地面前身 随之用手臂 带动上体力气 两臂肘关节 伸直上举 掌心向前 该是 一上一下 为一次 共做六次 做完六次后 两腿膝关节微曲 同时 两掌向前 下按至腹前 掌心向下 指尖向前 目视前方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两掌向下磨运 要适当用力 指足背时 松腰沉肩 两膝挺直 向上起身时 手臂要主动上举 带动上体力气 一犯的错误是 两手向下磨运时 膝关节弯曲 低头 向上起身时 起身在前 举臂在后 正确做法是 两手向下磨运时 不要低头 膝关节伸直 向上起身时 要以臂待身 两手攀足 顾肾腰 通过大幅度 前驱后身 可刺激脊柱 督脉 以及阳关 尾中等穴 有助于防止 生殖泌尿系统的 一些慢性病 达到顾肾撞腰的目的 通过脊柱 大幅度的前驱后身 可有效发展 躯干前后 身驱脊柱肌群的力量 与伸展性 同时 对于腰部的肾 肾上线 输尿管等器官 有良好的 牵拉按摩作用 可以改善其功能 刺激其活动 第七式 钻拳怒目增气力 第一个动作 重心右移 左脚向左开步 两腿半蹲成马步 同时 两掌握拳于腰侧 大拇指在内 拳眼向上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左拳向前冲出 与肩同高 拳眼向上 目视左拳 第三个动作 左臂内旋 左拳 左拳便掌 虎口向下 目视左掌 第四个动作 第四个动作 左致外旋 肘关节微曲 同时 左掌向左缠绕 便掌心向上后握步 大拇指在内 目视左拳 第五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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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拳曲肘回收至腰侧 拳眼向上 目视前方 右视动作与左视动作相同 该视一左移右为一次 共做三次 做完三次后 重心右移 左脚回收成并步站立 同时 两拳便掌 垂于体侧 目视前方 这一视的动作要点是 冲拳时 怒目圆睁 脚趾抓地 拧腰瞬间 力达全面 马步的高低 可根据自己的腿部力量 灵活掌握 回收时要悬腕 五指用力抓握 一犯的错误是 冲拳时 上体潜伏 端肩 先肘 回收时 悬腕不明显 抓握无力 正确做法是 冲拳时 小臂贴类前颂 头向上顶 上体立直 肩部松沉 肘关节微曲 力达全面 回收时 先五指伸直 充分悬腕 再趋指 用力抓握 中医认为 肝主筋 肝开窍于目 该视动作中的 怒目瞪眼 可刺激肝精 使肝血充盈 肝气疏泻 该视动作 两腿下蹲 脚趾抓地 双手钻拳 旋腕 手指竹节 强力抓握等动作 可刺激手足 三阴三阳经脉 和督脉 同时 可使全身肌肉 筋脉 受到净力千张刺激 长期锻炼 可使全身筋肉 结实有力 气力增加 第八试 背后七天摆并消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两脚跟提起 头上顶 动作稍停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两脚跟下落 轻震地面 该视一起 一起一落为一次 共做七次 这一式的动作要点是 上提时 要脚趾抓地 脚跟尽力抬起 两腿并拢 百会学上顶 略有停顿 掌握好平衡 脚跟下落时 轻轻轻下震 同时 沉肩疏臂 周身放松 一犯的错误是 上提时端肩 身体重心不稳 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做法是 脚趾抓住地面 两腿并拢 提纲收腑 肩向下沉 百会学上顶 脚趾抓地 可刺激足部有关经脉 调节相应脏腑功能 同时 颠足可刺激脊柱与肚脉 使全身脏腑经络 气血通畅 阴阳平衡 颠足而立 可发展小腿后裙肌力 拉长足底肌肉韧带 提高人体的平衡能力 落地震动 可轻度刺激下肢 及脊柱隔关节内外结构 并使全身的肌肉得到了 很好的放松腹胃 有助解除肌肉紧张 收视 第一个动作 两臂内旋向两侧摆起 与宽同高 掌心向后 目视前方 第二个动作 上动不停 两臂曲肘 两掌相跌于腹部 男性左手在里 女性右手在里 第三个动作 两臂垂于体侧 收视 收视的动作要点是 两掌内外劳工 相跌于丹田 周身放松 气沉丹田 收工时要注意 体态安详 举止稳重 做一下整理活动 如搓手浴面 和肢体放松动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收视的主要作用 是使气息归原 整理肢体 放松肌肉 愉悦心情 进一步巩固 练功的效果 逐渐恢复到 练功前 安静式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